2023原始点医学的突破与创新 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及按推示范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 跟过去的臀部原始点 有一些变化 那第一个就是 早期我们的臀部原始点 就是V字形 还有见尊 最重要是出现在见尊出问题 因为见尊本来是管臀部 臀部中间以下的 这一段是由见尊来管 那发现上面这里也很多人痛 见尊解决不了 而且见尊对这里的效果也有限 所以我这几年已经很少用到见尊了 那来这一次来美国 陈经理推荐的 他自己长期在按推的时候 他发现这一条胯骨上沿 整条到侧面这一条 他竟然可以管理到臀横纹以上 到这里腰椎下来这一片 甚至连腰椎附近 按这里都会有效 所以简单的讲 见尊已经被这个新发现 所取代掉了 那原来的还是属臀部原始点 V字形管理哪里呢 管理臀横纹以下到这里 一样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臀部原始点 那这里臀部原始点 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V字形 从这里再延伸到侧面 等于最高的一点 也是到侧面来 这一条 这一条新增 跟这一条它是对称点 对称的长度也差不多 都揉到侧面 2023年11月整理更新 头部原始点按推新方法 及注意事项 好 原本是食指法 现在改成这样 拳头法 然后拇指翘起来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不能握食前 不能握到很紧 这里是松的 这样按下去就会有弹性 这样就能够做到 让患者没有压过 但又可以握到身体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深层跟浅层 不在于用手的力量的大小 而是来自于身体的调整 把东西盖下来 这种力量又大 又可以深层 但又没有压过 希望在这个节症的过程中 让患者复出最少的东西 这手轻轻的扶着 然后把耳垂剥开 用食指去测试 耳背还有两骨之间 三点的交汇处 就是第一点 好那这一点找出来 我们工具拿好 握虚拳 以食指垂直的顶下去 这样直接就顶进去了 这一手轻轻扶在这里 不要这里 你看我的脚是打直的 然后我身体这样 这是很轻的 如果我要深层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 我是有弹性的哦 这样就没有压迫感 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说 我这个要凸出来 才可以揉进去啊 不用 你这样平平的就可以 只要够松够揉 你顶进去就可以到深层 那我们开始做 拳头左右摆档 均匀的摆档 好这是第一点 你食指按下去的时候 中指也在按 所以有可能是两点一起做 那这样就更省事了 第二点 好我下来一点点 因为我两指都有在按 所以差不多第二点 顶多第三点就差不多了 好这是最后一点 那这样我就做完了 那你头转到我这边 另外一次我重复做给大家看一次 好那一样早点 耳垂拨开 食指测试 工具拿好 直接顶进去 就这样按轻的我做一遍给大家 好 那如果要重深层一点 你看我身体的变化 我往下沉 我往下压 有些人要揉深层都会用手的力量 这里就变这样 打直一定做不出来 打直一定做不出来 一定要有一点微弯 张医师分享 姜粉泥的妙用 外用 那给你们看老师有没有 好光伐的皮肤 老师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脸片都怎么做吗 我涂姜粉泥 然后这样涂 然后还要稍微大力 然后按 我发现这样几年下来确实有用 碾变光滑 那些 那些坠肉啊 还有那个死肉 最后 当然要大力搓啊 尤其有硬结肿块要大力搓 它搓完它会肿脏疼痛 然后最后甚至破掉 它流出来之后就变光滑 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很深 所以也是从我身体上 我发现很多硬结肿块 你按完它会肿脏疼痛 红肿热痛 那就是正常的修复啊 所以我就很确定 要修复一定要有经过这样的过程 甚至破裂流出阻滋液 那我这样用下来 我发现原始点 不只可以把硬结肿块这些 甚至老年斑也会减少 甚至那个皱纹也会减少 然后脸会变光滑 老师那你涂 每天晚上涂 涂完你大概花多少时间涂 哦 如果吼 不严重起码也要15分钟 是吗 这样慢慢涂 要 然后涂姜粉泥还是要用一点力哦 然后眼眶周围啊都要涂哦 甚至连眼检 闭起眼睛那个眼检也要涂 要不然眼检哦 有些你看很多重病 它眼检也会下垂哦 无力哦 那你这样每天运动 会有帮助 那如果说牙齿痛 你这样按哦 也会有帮助从外面涂姜粉 那老师你涂完以后 你要洗掉吗 我不洗 然后我就整碗这样 然后它干 我就不管它 然后一段时间 我适应了 适应了我早上起来一定运动 运动发现留在脸的时候 你在运动的时候 竟然脸会发热 但如果我把它晚上洗掉 我早上再去运动 我脸就不会发热 这张图是张医师鼻头的前后比对 可以看到处理前的大小 经过大力按推 搓揉 肿胀流血 最后这张是处理后 变得很光滑 这张是张医师眼角前后的比对 没有处理之前 可以看到小肉流 涂抹姜粉泥之后 肿胀 流血 结痂 最后这张是处理后 肉流消失了 看起来很光滑 2023年11月 整理更新 姜粉泥正确按推方法示范 一般涂姜粉泥 我的建议 不要少 一定要多 这样一大片不用省 然后就开始整个涂进去 涂的过程中它会 很光滑 力量还是要顶进去 而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顶进去 然后再搓揉 我现在是用这里啊 这里面积大 你拇指不够力 但是你自己应该也是可以啦 方法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要在涂的时候 一定要加力大 这样涂的过程中你舒服吗 舒服然后开始有点灼热的感觉 开始有了 有没有 你如果不用力 是不会灼热的 它这样慢慢就会感觉有热 它会越涂 你看越来越干 有没有 慢慢涂 力量越进去 它姜粉一定要涂到干 时间如果不够 那个热 不会一直渗透进去 最后的收尾 你还是要把它搓一搓 把那个姜泻 有点点是我们按完 按推完 舒缓 那种感觉 那你看 皮肤是不是都变干了 这个叫第一变 那三变下来 它肯定是渗透进去 所以它这样的修护 就会变快 那它一定要渗透到里面 这样修护才可以 要不然你如果热止 就代表那效果很差 内浮的极致 喝有机姜粉泥 内热盐真的可以做到极致 就是这样 第一个 选品质 我在台湾以前也用过很多 例如的有机姜 我自己也亲自用 效果比其他的姜大四倍 你用其他的姜 不一定有效 好 第一个确定了之后 再来姜有各种用法 比如说有姜汤 姜粉 姜粉泥 如果以内热源来讲 重点温温热热 你要做的就是温热的吃 好 那你想想看 姜碗你会煮来吃吗 不会 那这样姜碗就不适合了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分析 其实水分 以少不以多啊 多了也是一个负担 姜汤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这样想来想去 最适合我们患者的 就是怎么样 姜粉泥 然后这样又有什么好处 你看 你把姜粉泥煮好了 既可以外用 也可以内热 一次都解决了 再也不复杂了 我们的志工的最大问题 就是可以帮助人家 但帮助不了自己 那如果我们也改变 我们的习惯 每一天 我说姜碗你啊 以后就是这样 我以后也会改变 我不是今天口说无评 那如果有一些人 喝兴趣就会很痛苦 那表示他体质很难 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体伤 体伤还要按热源才能吸收 正常的是 这里也热 慢慢热 慢慢热 然后就下去 然后持续我的时间 应该有半个小时 我还是寒 这个不能改变我的体质的寒 只能说减少寒 那长期如果能够照这样做下来 就可以达到你体质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 这一件事对原始点的发展 也是别际意义 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也就是大家都在用姜 但有没有用到极致 就像以前大家在用外热源 那有没有用到极致一样 重要的是大家怎么样 要入洗 我们现在把这10克的姜粉倒在这个小的容器里面 刚刚好装满 我们这边有各种容器 不管你用什么容器 记得我们都要1比10的水 假设我现在是用这个容器 那要1比10的水量 所以我现在就用10杯的水 一杯 两杯 三杯 十杯 好 这是1比10 我们现在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可以用小锅子把它煮开 或者放到微波炉里面 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我们这碗有机姜粉泥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一口气喝完 因为一口气喝完比较顺口 不会觉得辣辣的 那服用过后呢 暂时不要喝水 这样的效果特别好 请老师来喝这一碗姜粉 哇 这个姜粉还热热 那是喝下去什么感觉 喝完现在喉咙这里热热的 然后感觉这里也开始热了 现在热到这里 感觉是舒服的 然后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里 这一段还蛮热的 很好 感觉很好 谢谢老师 有机姜粉敷衍 把眼睛围开 姜粉直接从眼角这样塞进去 患者已经治好非常多了 也有金光炎的 也有飞魂症的 也有肝眼症 甚至有眼睛堵塞的 零零种种的案例 多到不可生死 姜粉从眼睛塞下去 虽然比姜汤还要刺激 但效果特别的好 一 准备有机姜粉 细度要180亩 二 先闭眼 撑开内眼角处的眼皮 敷上少许姜粉 会有刺痛 炽热感15分钟 三 可在眼眶四周按摩 四 要等眼睛完全湿润 泪水或鼻水流出后 约15至25分钟 眼睛会自动张眼 姜粉会自然融化消失 不要强行睁开 若眼睛太干或太快睁眼 亦留下小块姜粉 五 期间若有其他症状出现 可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那个量只要你看我用手一张 就这样一点点 那把它放在我们的眼角 它会借着你的泪液要流出来 所以它会滋润 它会把这个全部都融化掉 也就是说你的眼睛没有加粉 那个泪液流出来以后 它就在你的眼球整个都融化掉 当你眼睛可以睁开 因为你还有粉的时候是睁不开的 当你睁开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泪液也流完了 有的人甚至会有一点鼻涕 就这样很简单 做了就知道了 它闭起来 然后我就把他的眼睛睁开 那我就把这个塞到这前面来 放进去 有没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你放松你的 你的闭太紧 好 放松啊 好 这时候就帮他把这些换处的地方稍微按一下 对 框框的下眼 不要上眼 这样刺激会更大 这个内框也这样 这样按舒服吗 嗯 好 就是这样 原始点手法的正确舒缓 我们在舒缓 既可以帮他解症 又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 所以这就是 我说的我们原始点的绝招了 为什么很多重病啊 那西医也没办法 来到我们这里 就涂姜本林啊配合这样 他竟然当下就感受到 就改善了 这样顶进去之后 然后他来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镜条 就是要靠身体压下去 有一点身体往下来 这样力量就大 然后我这 这样就可以舒缓到身体 屁股它不一致形吧 那舒缓这里 我说真的要有一点技巧 它力量也是一样 按 然后就放松了 按 它没有推 它只有按 然后按 然后它会自然被顶出去 所以你只有往下沉的力量 按 好就结束了 然后再把肉拨过来 再按 再拨过来 再按 这样 我们一般犯错是放在 按推 这里已经都肉软了 你推什么 出去也是肉 那这样力量就完全没有 所以一定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就是这样 然后再抓过来 这里我们常常在涂姜粉 尤其腹水 这些 当你在涂的时候 当你在涂的时候 你那个手一样整个贴住 然后稍微按 按推 按推 抓住 不要离开 然后这样 顶进去 那现在我们要涂姜粉泥 那这样 稍微涂均匀 然后整个就可以 这样 你身体可以着力点 然后这种动作很舒服 你这样整个贴住 然后藉由姜粉泥 整个过去 然后我到这里 我还是在用身体的力量 有没有 我整个下去 手指头跟手掌 不能离开它的肉 不能一下子这样 然后又这样不舒服 绝对是要 整个紧密的贴住 就是这样每个动作 真的把姜粉泥这样 才能够渗透进去 所以你要涂到肝的时候 你已经帮它怎么样 舒缓 舒缓很久 所以它也可以达到舒缓解症 然后热源就可以渗透进去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是变成 常常重病患者 救急的很好方式 这时候干的时候 就是用剥的 怎么样 这个这个谢谢 就把它剥干净而已 这样就马上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 又可以解症 又舒缓 舒缓手法 亦可治胃病 如何面对就是还没有疾病的时候 原始点强调自慰 那就是你把体相找出来 然后怎么把热源进去 那它因为它同样的力量 所以它的诊断特别 比仪器 仪器可能或是人体的感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那个痛点 其实就可以找出来 那很明显 你的问题就处在这里 现在我慢慢楼开 慢慢进去 这里很痛 说不了吗 好 就是这一点 其他没有 其他我认为都不严重 就是这一点 轻轻痛 它就跟我对抗 这个是患处体伤 患处的痛点 那患处的痛点 你要用从大开关解决 有帮助 但很难从背部渗透到这里 所以你一定还要热源 把它这样按进去 患处体伤 就是按推患处体伤的位置 对不对 涂姜粉泥也是在周围 这里都要 然后借由按推把热源推到深层 当热源能够被吸收 转化成热能 它就可以推动 深层的组织器官运作 来加速修复体向 你没有揉到深层 热是在表层 所以进不去 就很难修复深层的体向